今天是旧金山2024年的6月17日了吧 那天还是挺冷啊 最近活动量太小了 感觉腿上都有点麻 血管可能都快堵了 所以说今天开始就恢复正常的活动量 就是强迫自己活动啊 国内那边几乎没怎么联系啊 昨天父亲节大宝发了一个红包 52块1 我说不收了 他说收吧收吧 我收了之后回手就发给他和他妈妈那个群 分成两个发的52块1 大宝抢了一下30多块钱 之后他妈妈抢的是剩余的15块多钱吧 也行吧 隔壁老太太 好像手骨折了吧 手上套着一个甲板白色的那种绷带 我太太染头发带假牙 晚上把那个假牙摘掉了 嘴是瘪的啊 挺吓人 哎 他那个头发黑的有点不正常对吧 如果人六七十岁了 头发还误会误会的 就不正常了 昨天 还有前天啊 一位朋友持续的 给我的YouTube频道留言 想加我微信 后来我就 把我的微信 回复告诉他 在视频下面回复他 后来他马上删除加我微信 在这边读书可能会好一点吗 孩子十一岁吧 我说还是不要来了 这边不太适合华人 我在这已经待了七年了 发现华人跟这边不搭尬 就是不太合啊 后来他又说了很多 还发来了截图 我也没有回复他 后来因为我 的确是时间比较紧啊 真的是非常忙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我是非常忙 我说这边 所有的事要自己处理 国内那边还有一堆事啊 所以说确实是没有时间 说太多啊 所以我就一次性的 跟他说了这些 还有一位来自 中国台湾省的一位朋友 他说他的一个 朋友 就是他妈妈手术的时候 那个朋友帮着他联系大夫吧 那个朋友买房子 暖房 他说要给送多少礼 怎么随多少礼 不是我们这边 一位老乡买房 我给他拿了两瓶酒啊 我说 可能就是你看吧 看看房子需要什么 给他买一些礼品 就是那个心意就好了呗 我来隔了一天 他说谢谢啊 我也没顾得上再回复他啊 然后 哇 这天这么老 这天 然后今天吃的是鸡腿 鸡腿 这段时间吃鸡腿 吃的比较多 鸡腿 把它切开 把它在锡儿呢 泡盐水吃啊 鸡腿吃了不少 做米饭的时候 泡豆子 牛扁豆 海菌豆 姜豆 红豆 黑豆 我看搭米饭一起吃 也行吧 我觉得现在自己试探着 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黑天白天 现在已经完全颠倒了 已经完全不太在意了 不怕昨天 聊到群里 三段小视频 是陪我妈去医院花咽雪 还有一个花咽丹 血液都正常啊 还不错 血液板原来是一百七十五 现在是一百六 它停药了 之前吃的爱雪果怕 停药了 我也就 比较放心了 只不过看我妈妈走路 比较蹒跚啊 有点心里有点 比较难受啊 比较揪心 我的自行车 也都贴了反光条 头盔也贴了反光条 就是感觉安全性好像 增加了一些吧 还是应该晚上出来 锻炼身体 这时候不用带口罩 空气比较好 晚上呢 街道人太嘈杂了 太嘈杂了 白天 我的自行车也贴了反光贴 晚上出来锻炼呢 应该也是相对安全吧 唉 我的收音机 买了一个大的 还不错啊 我感觉还是大的收音机好 好多年前 在美东那边读书的时候 我们未来在山西的同学 他带了一个得胜盘收音机 那老大啊 带着半的 特特大啊 音箱就特别好 那个很好 后来我回国之后呢 曾经在网上给大宝的姥姥买了一个 那种黑色的挺老大的那个收音机 我在美国听的收音机 最开始来旧金山的时候 在十四街那个跳的市场 买了收音机 二手的 那个比较大 但是很快就坏了 花了十四美元 之后 学会了网购 就在网上买收音机 比较小 买的索尼的两个黑色的小的 就真收音机 但是 很快它的音量按钮就不行了 一拧的时候 轰轰轰轰响 啥啥啥响响响响 就淘汰了 又买了一个德升牌 小的旧真收音机 在一倍上买的 后来也出现那个问题了 就是音量 按钮运镜跟爆炸一样 像音爆一样 所以说声音爆破的一样 所以说就也扔掉了 后来买了一个特别小的 特别小的 它调音量不是拧 是按 按一下 摁一下 摁一下 那种的 只不过晓得 它的音箱比较小 音质不太好 最近买的 18美元 这个 这个不错 非常好 感觉不错 所以说 贝贝老头唱歌的时候 听着闹心 我就把声音机声音放得很大 就把它压过去 我也在网上买了那种小勺 在国内用过的那种小小的小便便的短短的薄薄的那个勺还不错 用来挖 还没刮齿 还不错 最近对房间收拾的也还行吧 又买了一大堆战书板 消灭了两只老鼠 但是还有一只啊 鬼鬼祟祟的 在桌子底下露头 吵我 所以我现在 离开房间之前呢 把地铺的全是这家桌板 铺这时候再把它拿起来 反正我 比如说假定 端着身体了 或者去哪呢 我就走的是 屋子不小嘛 把地上 能铺的地方全铺上 回去之后呢 再把它拿到 放到桌子上 或者放到什么架子上 争取把这只老鼠也悬没掉啊 阳台那块的战书板呢 今天也都换了新的啊 因为已经收到了新的战书板 买了60多美元的一次 买了48个 48个战书板 这段时间好像 是前列线是哪啊 使劲使劲疼了几下 可能要特别当心了 到这个年龄了 身体 要出状况了 所以确实是 现在人生的目标已经改变了 不像刚来美国的时候 要做这做那 现在想呢 就是身体 不要长什么恶性肿瘤 心脏不要骤停 血管不要堵 不要 不要蹦开就好了 所以确实啊 人好像突然的一下子就 发生一种特别大的变化 像季节一样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夏季突然转到秋季了啊 所以 人就得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 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啊 大宝现在 还是几乎处于消失状态 昨天附近节 他给我打了一些文字啊 说爸爸永远爱你注意身体啊 我还比较感动啊 然后二宝 来 小视频 小视频 小二宝 跟几个小男孩就能玩 下棋玩 下那种 简单的就在地上 小男孩们 在地上 蹲在地上那种的 画杠啊那种 我们小的时候也玩那种 类似的棋 那种棋 画的棋盘 拿一个小尺子子什么的 当棋子那种的 简单的那种 现在都不会玩了 小的时候 那样的棋 就是非常简易的 那种在地上画杠的那种棋 好像类似于田子格那种杠 然后就蹦来蹦去的吧 互相吃那种的 也挺有意思啊 其实 小孩的乐趣 他也不分什么 什么多么高雅他就好 多么低俗就不好 好像并不是啊 后来我说在地上这脏吧 我说给他看看 他上台上找一个平台 什么玩儿 后来他又发了视频 在平台上站着玩儿啊 还在一个拖拉机上玩儿 附近有个破拖拉机 他们在那儿 小孩子们 还有个小女孩 三个小男孩 一个小女孩啊 在上面玩儿 这时候空气很好啊 国内现在很热了 像河南呀啥的 都是41度 40度 这边最高温度是21度吧 这几天 这时候算是半夜吧 半夜2点多钟吧 差不多 空气最好的时候啊 所以说 甚至比较冷啊 我穿的是那种大棉袄那种的 22路公交车 22路公交车 现在我的状态调整的还行吧 也是去背单词啊什么的 现在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状态 都用来背单词啊 把之前忘掉的 或者之前所遗漏的啊 或者之前所遗漏的啊 给他重新再学一下 哎呀 其实 时间真的很快啊 过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一种感慨啊 就是华人 在美洲这边 确实是 不会太适应啊 这是垃圾清云车 受垃圾呢 然后昨天那位朋友说 嗯 你在这七年了 可能你有读书人的这个清高 所以在这边 经济方面好像 对你没有什么回馈 他说的比较隐晦啊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边没有发财 没有赚到什么钱 所以说可能 就不太喜欢这边嘛 我说 经济只是一方面 可能 更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啊 可能他是 在国内开厂子 做生意可能 把经济这条线看的比较重 我呢 是读书人 可能更加感性啊 就是更 不是那么特别的 注重经济方面吧 反正他提的主要是 经济方面可能 国内不是很好呀 就是有点担心呀 我说 咱们国家人那么多 国土面积也足够大 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呀 没有必要非得 跟国外怎么着 有什么外貌 好像也不一定 必须那样对吧 就像过去 在清朝的时候 可能对外贸易 也不是很多 其实也还行吧 对吧 其实你说 种点地 有点工厂 对吧 就是咱们国家的制造业很发达 农业也还不错 对吧 就是可以自给自足啊 人口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多 没有印度那么多 对吧 人口出生率也低 所以说 粮食负担也不一定太重吧 反正我的 观点是 咱们国家还是非常乐观的前景 可能暂时性的 疫情之后 都会有点小小的经济 对吧 全世界都是经济疫情之后 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变慢 这也正常的 都是一阵阵的嘛 反正我就跟他主要的观点是 但是不建议来美国 他说加拿大那边 他也考察了 觉得那边的物价高 收入低 挣钱难啊 觉得不太适合 我说 整个美洲 其实都不太适合华人 你要 实在想移民呢 日本你试一下 东南 东亚 东亚可能会好一点吧 饮食啊 各方面也没有什么歧视啊 然后他又说 嗯 你在旧金山可能 跟美国其他州不太一样 就金山人比较多 比较拥挤 可能也不是特别典型的美国 我跟他说 我说美国的问题是系统性的 跟地区差异 各地方差不多 对吧 系统性的制度性的 包括这边的种族歧视也是系统性的 所以我 反正我跟他 我没有再说多 因为我确实是很忙很累啊 后来我就没有再回他的微信啊 我就忙我自己的事情了 照顾自己这个肉身 对吧 然后国内的 消息有一个叫尾神 一个小伙子数学天才吗 是北大的吗 我看他的照片 牙齿好像都 需要治疗了吧 反正就是 人吧 某一方面 比较强 其他方面可能就会忽略 对吧 我在回想自己以前 学英语专专业的时候 在当时那个学校 那个外语系我的成绩非常好 就是自己比较专注 对什么穿衣服呀 去什么交朋友啊 这些都根本不在乎 就不想 就每天避单词 看课文 学习 所以说局部的成绩还不错 对吧 局部的成绩不错 但是 毕业之后呢 就改行了 英语的运用和学习就中断了 虽然自己也偶尔的翻翻词典 但是 那种学习是比较零行的 后来到美国这边又读书 那一支可能有所强化英语啊 但是也还不行啊 记得我们在国内 在清华读书那段时间 出国前段段时间 我们有一个 外语系当时的同学 我的七哥 我们是宿舍八个人嘛 我是老八 我的下铺是我七哥 比我大两岁 一个大帅哥 他参加了一个 给美国小孩教汉语的 老师的这么一个项目吧 要来美国给 美国小孩讲汉语 可能 是在肯塔基州吗 大约在 这个玻璃被砸了 这个玻璃 这个玻璃被砸了 这是个福特车 哎呀 然后当时他去清华看我 我们两个当时试着用英语对话 当时他面试的地点离清华不远 我就把我的自行车交给他 我说你就 骑自行车去吧 当时中关村 还很兴旺对吧 那有个什么海龙大厦什么的 当时人们买电脑买U盘啊 人山人海啊 后来不行了 中关村好像一度想做成什么 北京的硅谷吧 后来好像也就 人也少了 好像是后来 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兴通的 当时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他 我去我的同学那住 他在我的房间住 然后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参加面试 后来通过了 顺利的通过了 反正到美国这边教美国小孩汉语啊 八个月之后就回中国了 后来他我想 他去外省工作 反正后来又回老家 他们两口子都是我们同学啊 我们外区同学 那个女生跟他 都来自一个城市 只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俩没搞对象 但是毕业之后神奇的走在一起了 还神奇啊 所以确实是人的情感也很微妙 对吧他们孩子早就已经 考上大学了 跟男孩儿小帅哥 然后当时还在 网上还有点名气 好像是rap方面 是说唱音乐很出名的一个小伙子吧 还不是粉丝好像是啊 后来也 没有再进一步联系啊 也算失联了 也都年龄大了 也都开始忙了 哎呀喝点水 喝点水